大家好,我就是驚奇之媒蛋殼雕刻的作者廖啟鎮 我做蛋殼雕刻到現在已經三十四五年了 將屬蛋殼雕刻就是因為巧合 巧合就是那個早期的彩繪彈 彩繪彈就是把蛋繪畫一些士尼圖或什麼 我就是從月開始才發現 就說來來雕刻 得更好 第一,前置作業 就選兩斤兩 然後這裡還有兩斤回來 寫一遍 因為沒有百分之百千元 洗一遍洗完之後 再把掛槍往槍 往槍後 再把兩斤兩斤那些抽出來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一般我在做 早期在做的都是 為我們的阿娘 百分之百分之百 這三個 因為這三個獲得容易 所以 抽出來那些 這些兩碗都可以吃 所以不管是我家的保持的兩殼 就是說 不管是鴕尿蛋 鵝苗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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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兩殼 我家的不管是都有出場 一項齁 都抽到一千粒以上 鵝苗蛋 鵝苗蛋 城市 早期都不知道 我們知道 雕刻木材 有木材的文物 蛋殼 一毛野文物 像 火雞蛋 要用什麼 鵝苗蛋 鵝苗蛋 有什麼鵝苗蛋 鵝苗蛋 有什麼鵝苗蛋 有什麼鵝苗蛋 當然 用人們 用مر夢 鵝苗蛋 鵝苗蛋 用以鵝苗蛋 什麼鵝苗蛋 它會代表 鵝苗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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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什麼輕avier 你會把你吸到的那樣 不用很大力 你這樣刮 你會想要愛的東西 就要跑出來 條件齁 條件齁 其實 講起來 了解兩的質 都會來得再質 最重要 就是要承 要承下去 你要承下去 你會把你 你體內所有的 你的感到 想起這樣 所以 我去看 你去看 失敗 是長流 成功 把這個作品 完全成功了 那裡有一種成就感 對 從今天開始 十四 到 八月十四 十四 八月十四 就在 北港的文化 當成天南 希望 大家可以來參觀 來看 一定 不會讓你們失望 要學會 要學會 三年 到 五年 九年 五年 到 五年 到 到 五年 到